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最受欢迎男演员大喜牌 任嘉伦锦第五 肖战才第三 榜首珍大佬 这些年出现了很多不错的演员 比如李宪 丁宇熙 罗云熙等等 而且每一天都有很多人为他们打榜 那么这些演员的排名都怎么样呢 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最受欢迎男演员大喜牌 任嘉伦锦第五 肖战才第三 榜首珍大佬 第七 郑凯 说到这位男演员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可是人们最喜欢的一个演员 虽然这些年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比较少 但是郑凯的人气还不错 而且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也精彩在一些综艺节目上看到他的身影 你们喜欢吗 第六 李线 说到这个小哥哥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可是人们最喜欢的一个演员 去年凭借再亲爱的 热爱的中饰演的韩商言 成功爆红 之后的李线也非常低调 一直都在努力拍戏 未来或许要罢评了 第五 任嘉伦 这位帅气的演员是不是让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男神呢 任嘉伦今年的成绩非常不错 很多剧都上映了 比如秋缠木白手等 未来还有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等 真的是很期待 你们会一直喜欢他吗 第四 邓伦 作为人们最喜欢的一个男演员 邓伦也是突然爆红的一个演员 之后的他也非常低调 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电视剧 比如加油 你是最棒的我的真朋友等 尽管后来邓伦的影视剧资源不怎么好 但是他的人气一直都很高 第三 肖战 这次肖战才第三 要知道之前可一直都是榜首的位置 这次的排名真的是大洗牌了 肖战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演员 可惜人红是非多 最近也直接声明不用粉丝们给他打榜了 真的是有点心酸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肖战能够王者归来 第二 朱一龙 说到这位演员 最近的热度非常高 毕竟有一部新剧在上映 而且还是一部冒险剧 它就是重启之吉海听雷 剧中朱一龙饰演的无邪是不是 让你们很满意呢 不得不说朱一龙的演技非常精彩 演什么像什么 第一 王一博 这位小哥哥的实力非常强 能够成为榜首才是真大佬 王一博最近虽然没有新剧上映 但是他的人气很高 而且代言资源非常不错 加上在娱乐圈的口碑也不错 值得我们喜欢 你们爱了吗 上述这些男演员 不知道哪一个让你们很喜欢呢 欢迎留言分享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